老師,各位主管,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監管處的梅華。 我要講的主題是Rolling Rolling Man。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節目,有看過的可以舉手一下嗎? 沒看過可以介紹給你,沒關係。 然後在介紹這個節目之前,我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這個是當居歌友的時候的學團照,看起來跟照片本人可能不太一樣。 各種奧妙,下面會講照片這檔事。 我的英文名字是Mia,我是2月9號的水瓶座鼻型。 我們目前是會有參與一些球類運動。 像排球、做球我目前都有參與,有興趣的也可以跟我一起。 好,那我們。 OK,那就是在講遊戲之前,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Rolling Man這個節目是在2011年,其實他就已經開播了。 但他現在已經有四年的時間。 他的標語就是Don't work around,就是鼓勵大家跑起來。 那你做遊戲的時候,只要跑輸了,那後面一定會落後很多。 那其實他厲害的地方,其實他是有打破了很多紀錄。 像跨國外景的國家最多,他有去過泰國、中國、香港。 那甚至有來台灣,雖然是景沒有很多,但是他其實還是有介紹到附近的一些景點。 那他參與的一線明星也很多,像金秀賢、少女時代都有去參加過。 那他其實授權也蠻多國家的,包括中港台、新馬,他們都有授權。 那他其實授權,他的一級就是達10萬的美金,也就是差不多300多萬的台幣。 那其實是很高的。那像他有一個兄弟黨的節目,就是中國版的Running Man,奔跑吧兄弟。 他光這個版權費就是300億的韓元,大概8.8億的台幣。 所以我一輩子也不可能賺到這麼多。 那我們其實因為他這個節目的,他裡面的遊戲很新。 那我們台灣也有一些效仿他的那個節目,像綜藝王很大。 雖然說金費沒有那個韓國的那個那麼多,但其實他有一些小遊戲或是方式,他都會仿造Running Man。 那其實,像綜藝王很大他的收視率現在也是越來越高。 那其實大家可能看Running Man就是會對他可能也特別會有感覺。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那個他們裡面的經典遊戲。 那他裡面有一些,因為他其實遊戲很多啊,那我主要介紹就是其實我們自己就是像公司的活動也可以玩的遊戲。 那他像運動競賽,那為什麼寫很累運動競賽就是其實他的遊戲都還蠻累的。 可以看到說像他左下角這一張,他這個是跨欄,但是下面那個是紙壓板。 就是你跑過去之後你的血液一定會暢通。 就是非常健康的一種那個方式。 那副位有考慮嗎? 那不太累了是不是? 可是這樣很促進健康耶。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上面那個影片。 那上面那個影片是他們打三對一的羽毛球。 那其實他這個是可以訓練團隊合作的,像我們公司也可以舉辦啦。 比如說主管啊,主管可能配別的部門的,或者是上司或下屬PM啊,或是工程師都可以一起配對。 那其實可以培養我們團隊的默契這樣子。 那你看他沒有打好,就是一定會打書外面。 其實你看覺得很強,但其實這個很需要團隊的默契。 那下面那個我是覺得很厲害的。 雖然這個我們可能公司沒有辦法玩。 就是他們,呃, 有一個周級的三百多名的學生在玩那個三對的拔河。 對,公司如果要玩,可能要考慮一下那個安全性這樣子。 好,那個時間緊迫,換下一個。 那這個是吃貨養成遊戲。 那其實這個東西呢,呃,我覺得我們公司也開得玩啦。 就是吃很重要。 方博應該知道說什麼都可以差一點,就是吃要好一點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可以結合尋寶遊戲,就是做一個結合。 那他可能要,呃,可以做一個提示,然後進到下一關。 那你玩遊戲前幾名的人,他可以得到提示越好。 那你一定要就是,呃,答對這一題,你才可以前進下一關,拿到進一步的提示。 那其實他這個部分的話,其實可以,呃,結合現在最流行的那個密室逃脫。 像他這個就是類似有點像,有點像大風的感覺啦。 他這個是,呃,一關走下一關這樣子。 那其實他裡面都是有些比較,他這種是比較驚險的遊戲。 現在那麼可以玩比較簡單遊戲。 他像這個,呃,左方這個是,他用耳朵去,呃,感應說,這個是什麼樣的食物。 然後他去採買回來。 對,你用耳朵去趕入啊,他這個好像是鹹魚乾吧。 對,那可能是有點難度啦,但是還蠻好玩的這樣子。 那我有做一些Royman的成功要素。 那他其實他,呃,這個部分,他有分很多點。 那第一個一定是他節目內容的設計嘛。 他有趣,人家才會看。 那其實可以看到就是有一個,有一些那個主題的那個遊戲。 那其實像我們尾牙就是也是會做一個主題裝扮。 那我覺得這個也蠻不錯的。 那其實我覺得Royman裡面還有一個特點。 他就是說,比如說你辦的那個人物。 你就可以有一個特殊的能力。 那我們其實我覺得就是也可以設計類似,呃,這些像這種的遊戲讓大家玩。 那其實大家玩起來應該會蠻有感覺啦。 像,呃,像他們會有辦成大演員的輸入盆妹嘛。 或是金康嘛。 他可能就是有一個固定的可以,能力可以把對手幹掉。 那他就是要善用這個能力,他才可以贏得遊戲這樣子。 那像主持群,他們其實,呃,每一個每一個的主持人,他們的個性很鮮明。 那他們其實每一個人的特質都不一樣。 那在裡面其實他們都是,他們是沒有set好的。 就是,他們可能在裡面,他就是,呃,你會覺得他們互動就是等。 那其實他都沒有set好,就是他們很厲害的地方。 那場地的變化就是,他們,呃,像,他們就是去澳門,他裝扮成袋鼠。 那其實他們是,呃,一方面可以帶動觀光。 那其實他們,像他們景點,他可能在裡面run。 那他們,會順便介紹一下那地方的景色。 那其實提高那個地方的觀光率這樣子。 那像我們公司,可能也會跑到其他地方辦活動。 我聽說這個一次尾牙應該是在伊達嘛。 對不對。 那會不會就是更有興趣這樣。 不會是在固定的餐廳吃這樣子。 那像來賓的多元化,他們就是可能就是有老中親這樣子。 那可能會包含偶像啦,藝人,或者是,呃,歌手。 就都會包含,那其實他們年齡層就是蠻廣的。 就是不會是固定的一個,只是,就是固定所有觀眾群這樣子。 那與觀眾,或者是他們會跑到街上,跟觀眾互動。 他可能要找到特定的,呃,符合任務的觀眾。 他們才能過關。 攝影組規模。 那其實他們的每一個,每一個主持人,他們都會配備一個攝影師。 那他們很厲害的點就是,因為其實攝影師他們跟著那個主持人,他們這樣跑。 那經過了四年,其實他們連攝影師都有各自的fans。 那我們公司,我覺得我們攝影的方面是非常的專長。 那我們可能,可能之後,就是可能也可以,像比到他們。 他們其實,像我們空拍機也還蠻適合。 那今天年冬尾啊,就是有看到空拍機出動。 那我覺得這真的是很厲害的地方,其實我們也可以防照。 就是可能,呃,像這種,呃,大型的活動啊,也可以播一下。 就是,比如說休息時間,讓大家醒醒腦,回顧一下,就是今年發生的事情這樣子。 那我的報告就到此結束了,謝謝各位。 大家好,我是監管處的王君盧。 我才剛講名字而已,你就笑成這樣。 好,我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職場傳說。 那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我的一位名字叫Ruby。 那我是監管處的規劃師,我是去年8月18號加入中心的。 所以,我是一個即將買一年的菜鳥。 那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辦公室傳說。 那因為就是在還沒工作之前,就有些人就會說職場是一個很黑暗的地方。 那就是我今天來教大家一些小方法,可以讓你們多了解同事。 然後,首先第一個是,就是,先從辦公桌來看。 那因為不同的擺設可以看出同事不一樣的個性。 那我也會教你去發掘辦公室裡面下一個假模式。 然後接著,平常一定會跟同事聊天。 那就是你可能那個人可能會有一些口頭禪。 那我等一下就告訴你,會講這些口頭禪的人,他的個性是怎樣。 那接著,除了講話以外,你穿的衣服其實也是會說話的。 那在辦公室裡面穿粉紅色衣服的男生就代表他很娘嗎? 等一下我會證明給大家看。 那再來,最後一個就是,其實就是每天你都會上廁所。 那如果上到一間不乾淨的廁所,可能心情有的不好,那你的同事也會心情不好。 所以說,我會告訴大家,你該要上哪間廁所,讓你每天上班心情保持一個月。 好,首先是,先從桌子開始來看,張亂的桌子跟整齊的桌子。 那像零亂的桌子的話,就像我們,就是根據研究發現,就是零亂的桌子可以激發人類的創造性。 所以說,這類型的人都是屬於就是比較有創意的人。 那就像我們的賈博斯。 那至於,就是乾淨整齊的桌子呢? 就是這類型的人做事比較有調理,然後比較守秩序,那事情也會比較,就是打理得很好。 那就像我們Dale電腦公司的創辦人。 好,那接著我們就來看看監管處就是,兩位照亮級人物的辦公桌。 大家猜看看哪一個是方博的桌子。 好,大家猜也沒錯,下一道桌子就是方博的桌子。 那上面這樣就是我們Akira Tsai的桌子。 那就可以看得出來方博就是,他時時刻刻都需要激發他的靈感。 然後,那蔡大哥,蔡大哥的話就是從他就是在做專案就可以看出來,這個人非常的有調理。 所以說,我們的Akira Tsai未來可能會變成Akira Bell。 好,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的辦公桌,就是身邊是有這類型的人物。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來看看平常你會跟同事聊天,那就是常常有一些人會有一些口頭禪,那我們就來看看有哪一些口頭禪是你最常聽到的。 那這類型的人物又是怎麼樣?首先第一個是喜歡講之類的人。 這類型的人就是屬於會喜歡把自己的意見淡化,然後就是他可能對事情比較沒有那麼暫定。 然後再來就是喜歡講畢竟的,這類型的人物就是屬於他比較具有寫潮性,然後就是對事情會再次熟悉。 然後再來就是喜歡講可是的人,這類型的人是屬於比較自我中心的人,那他可能就會希望你就是把焦點放在他身上。 然後再來就是喜歡講種子的人,這類型的人可能講話比較沒有邏輯,那他會表現得比較不耐煩。 那最後是喜歡講所以跟反正的人,這類型的人也是屬於自我表達和主張比較強的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在辦公室同事有沒有這類型的人物。 那看完了講話我們來看看,從穿著來看透同性。 那從在這張照片這個人,大家可以先看看這個人是誰? 他是我們部門的一位正妹。 那從左邊這張照片可以看得出來,他是星期一有Monday Blue, 心情可能不是那麼好。 那左邊畫從他的頭髮到他的小罩上,以及他的迷你裙, 還有黑色絲襪以及高跟鞋,可以看得出來他今天星期五要去約會。 大家準備好要看這位正妹是誰了嗎? 他是我們監管處的啾啾。 有別的那張,大家就先看左邊就好。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是每週五限定版監管處,大家可以買裝飾。 那除了穿著打扮以外,就是其實顏色也可以看出同色個性是怎樣。 那就是瑞士的心理學家就做了一些色彩的測驗,然後可以看出這個人的人格是怎樣。 那我就挑了各部門的代表顏色出來講。 那首先是地球處的代表色是黃色。 誒呀,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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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不見了。 好,出現了。 喜歡穿黃色衣服的人呢,就是屬於角彈的立場, 比較喜歡追求、刺激,有想法、愛冒險的人。 那就是喜欢穿紫色 就像我们控制出的代表色 紫色这类型的人是属于比较有观察力 那他们个性可能比较继续没有浪漫 那感情可能也会比较丰富 那喜欢红色的人只有不见了 就像我们照片上这位主角一样 就是他做事情会精力非常旺盛 热情积极而且有气徒心 但可能在某些方面会比较冲动 那再来是我们的那个管理处的 管理处的代表色是蓝色 那喜欢穿绿色衣服的人是属于做事情 有序定力强然后也比较冷静 那喜欢穿绿色衣服的人 是属于个性比较坚强 然后有优越感 然后他可能会有一点那么自豪 那最后我们来看監管处的代表色粉红色 这类型的人是属于性格比较坚韧 有责任感性施细腻 那有一些男生其实会害怕穿粉红色 就像我们的蔡大哥 但是呢根据英国的研究显示 喜欢穿粉红色衬衫的男生 其实会比喜欢穿其他颜色衬衫的男生 每年多穿1000一棒 而且他而且喜欢穿粉红色衬衫的人 他们的学历也会比较 硕士比以上的学历也比例会比较高 那每十位穿粉红色衣服里面 就会有一个是博士 那我们就来看看監管处的 喜欢穿粉红色衣服的男生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穿粉红色衬衫的 然后从他组织 然后再看我们非常有钱的红波 再来是穿蓝白拖也非常帅的镜头 那最后就是这个 我们部门的PK 他说他自己是高夫帅 大家就拼命理 好那其实这四位男生就是 他们都是说自己以上 而且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博士 所以说蔡拉格勇敢穿同色 好那最后就是我们看完了办公室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上厕所 也会影响同事 那根据日本的研究发现 就是其实选厕所也是有学问的 通常男生进去上厕所的时候 都会选离门最远的那个厕所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上里面这间厕所 大概比例有88% 那喜欢上 那最少人上的话 就是离门最近的那个有24% 那在旅厕部分 女生通常会喜欢选择 就是比较中间那几间厕所 那选择比例比较少的 就是也是让离门最近那间 以及就是中后部分的 因为女生会有交错使用的状况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那六楼厕所你应该要上哪一间 女生的部分呢 反正中间那一间一定是最长的 所以你就选择 后面那一间厕所 还有第一间厕所 那男色的小便斗呢 就选择第一间看看 看会不会是最干净的 那如果你要上大号的话 因为只有三间 所以你就选第一间吧 可以就做的 可以做的 我又没有进去过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那其实上面就是大家 大家参考看看 然后看看你身边的同事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然后也认为他个性 是不是有符合 那其实实际上是 我在我们的部门 是觉得大动 然后我三 那之后我放了一个照片 大家猜刚刚讲 没有是什么关系 然后 然后从他的 这个人喜欢在每次讲话 前面都讲一个 呀 譬如说呀 臭居 他的个性是怎么样 以及他从他桌上的 理乱程度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个性是怎样 好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人 只是因为他韩剧看太多了 因为韩剧的口就是 都会先讲一个 呀 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今天的简报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好 好 就是说主管跟恒 大家是管理区的保新 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做点心 因为我想说吃的 跟大家比较息息相关 对 然后因为坦白说 我也不是厨艺非常好的人 然后点心的话 就是因为之前在打工期间 然后刚好有机会在打工的环境当中 就是有学习到一些做点心的技巧 然后就是就是我在想了一下 就是说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怎么样做点心 我想到这个点心方式是他的失败率是趋近于零 所以就希望今天大家分享之后 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个点心 好 然后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点心的由来 因为他 他点心由来他其实有很多种说法 那他就是总 总之他就是跟打仗有关 主要就是说就是他是降临 他透过点心来 犒赏就是那些士兵 然后等于是用点心 代表说他的一些点点心意 然后再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今天的话大概有四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检疫版 然后同区版 小字版跟进阶版 那首先我们先从检疫版开始 检疫版的话 因为其实像会做这么多资料的原因 是因为他真的太简单了 所以我就是想说透过这些资料来 假装自己非常的专业 那首先的话就是他必备的工具 就是有烤箱然后单板刀子 然后跟铝箔或万用料理纸 其实那个料理纸我买了大概快一年 然后刚好是这次在实验桌 是第一次使用 然后他非常的方便 就是反正你就撕了 不用刷任何油 然后随便什么东西丢上去都可以扛 好 然后材料的话就是 大家看到这边应该就会知道 他其实重点就是只有起书片跟蜂蜜 那他其实就是放到烤箱烤 烤一烤淋上蜂蜜就可以吃了 那这个检疫版 其实我跟大家分享对照点心 就是当初我在打工的那个 他是一间 coffee shop 然后他其实他的点餐率是高达八成 就是客人都会以为 他是一道制作非常困难的甜点 那但是其实他真的非常简单 就是可能连三岁小朋友都会 就是他其实主要就是 只是拿一片起书片 然后把它切成六等份 然后放到烤箱烤 那其实你也不需要任何技巧 其实烤箱像我都随便乱转 大概转四分钟或五分钟 就是如果你不想预热的话 大概转五分钟 然后你就可以去做着休息 然后时间差不多到再去把它夹出来 那我基本上我会喜欢用筷子当夹取工具的原因 是因为有时候他可能烤的比较丑 那你筷子一插就可以放到嘴巴吃掉了 对 然后就是变我们呈现给客人 就是可能你刚好今天有需要招待客人 或是你的朋友 你就可以呈现出这一盘 因为我们称就是叫脆离起司 它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烤完之后 淋上蜂蜜就是一道很简单的甜点 那他基本上大概时间真的大概需要五分钟 然后帮他你收拾 整个时间不到十分钟就可以结束了 好 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同趣板 然后这次刚好就是我去买一些那个压膜的工具 因为其实坦白说我也是第一次做造型的 对 然后他的材料就是你可以用香蕉 然后我这次有试着用巧克力 就是白巧克力 因为刚好在家里发现巧克力 然后我又不喜欢吃 我想说把它始作看看出来会是什么味道 然后等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这是我压的 这个真的是我做的 就是我就随便乱压 然后香蕉 其实我也是随便乱切一切就把它摆进去 然后盖起来 然后用叉子随便搓一搓 它就会有造型 就是这样 然后其实巧克力 这边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巧克力 因为我这个只是四样土 因为其实它太太烹的盖不起来 所以后来我又把它切了一半 那烤完之后 好 这边跟大家承论一下 因为我的烤箱是可以上下火 然后我偷懒我只用上火 所以烤完之后 其实我下层有一点湿湿的 所以会建议大家如果包馅的话 尽量上下火都看 然后这个是香蕉的 然后比如说如果大家喜欢吃榴莲啊 芒果啊 就是你想到什么东西 就可以放进去 那这几天我刚好想到说 就是我想说 其实像我们不是有吃过跳跳糖吗 对我就这几天就有想到说 我当初应该可以吃跳跳糖 然后放进去 因为我也还蛮好奇 如果它烤了跳跳糖 会不会跳起来 对然后就是等于 如果大家有尝试过 到时候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然后再来是小支板 然后我们准备的工具会有锤 不好意思 会有锤子跟塑胶带 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刚不是有压膜 然后它压膜其实就会有剩下了 然后为了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浪费食材 所以我就把它随便乱卷 然后卷卷之后 然后就用现人果 或是说你用其他坚果类 把它敲碎之后 就把它随便的弄上去 之后烤出来就会像小饼干的样子 对那你如果说喜欢吃甜的 就是可以撒上蜂蜜或糖粉 好 然后最后一个是进阶版 这个不是我考的 因为它 它真的有一点困难 它会有苹果 然后叉烧酥 然后蔬菜 像这个的话就是很简单 其实 叉烧酥的话 这一般大家应该是可能在饭店 或是说在一些餐厅都有吃过 其实它可以就是可以使用 刚刚我们讲的那些酥皮很简单 然后还有可以做 还可以做庆生 这个是成功版的酥皮香蕉 它上面会有刷一层蛋液 然后我刚好在我上面看到有人把它做成蝸牛的造型 好 然后但是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它烤酥皮的时间非常短 所以如果你喜欢吃肉 千万不要放生的 因为它最后可能不会熟 所以会建议大家可能如果要放香肠热狗啊 就是最好把它煮熟 之后再放进去 好 那以下我的包子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嗨大家好 我今天要讲的 那个是生动极西突破你的心 我是柯广 好 然后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之前有发一个证明活动 就是我的那个温啊 是那个日制的温 不是人制的温 然后我就要博存 然后大家看那两个字 可能会觉得那是男生的名字 就是每次有那个使用者打电话进来 都会说要找温先生 我就也懒得解释 我就跟他说 哦我就是 然后他就会嫌疼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后就好没关系 就通常是这样 然后我是狮子座人 然后所以我不爱说大话好不好 我做人最实际了 好 我很喜欢音乐 可是我不想要被音乐定义 所以我今天不想讲有关音乐的主题 然后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我生命中一段爱于买卖的故事 OK 好 曾经呢我有担过大概半年的百货公司 贵捷 好算贵捷 就问我说 啊你卖什么东西 你这样当贵捷 我那时候卖 乌克利利 就我在百货公司卖乌克利利 那你就问我啦 这东西在百货公司业绩好不好 那那时候我记得就是单价 比较便宜大概六七百块 那比较贵就是套餐组合大概两千块以下 那我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六个小时卖了四万多块 好 那很多 那这时候我知道你们一定很想问我就是 欸我干嘛不去卖乌克利利就好 好不要问我这种问题 老师因为我身体里留着GIS的协议 好不好 那到底是什么决定消费者要不要买的这个关键因素 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 那这究竟一定有一些 一些原因我们来察觉一下 那根据就是台湾这个某位温信学者来研究 好我们的有二十趴的消费者 觉得这个商品真的很优质 不买对不起父母 那另外二十趴是怎么样 商品真的很便宜 不买对不起亲家母 好不好 那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的部分 比较少但还是有发生过 有怎么样觉得这个店员真的很可爱 不买对不起自己 还是有 那大部分的原因是什么 觉得感觉对了所以我买 好 那我们大部分的时候会觉得消费者是这样购物 就是他们会觉得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到底为什么来买这个东西 那可能经过各种分析就是 这个方案好不好 要买还是不买 买哪一种 最后下决定 那其实事实上消费者是这样购物的 就是他们现在有一个需求 然后觉得这个感觉不错 所以我买这个 那最后才想说 我因为那时候觉得这个感觉不错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好 那所以感觉决定了55%的人买了这个东西 那到底是什么影响消费者的感觉 有90%来自于销售员的对谈 就是他们跟销售员之间讲了什么 那有人就是说啦 销售员跟事实做一样 讲一些大话 不是 他们没有讲谎话 有时候他们都很在讲骗话 没有 他们没有讲谎话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用了一点话术 好不好 所以今天就带大家来 破解 破解 这个销售员到底讲了什么话术 第一招 声东击西突破你的心 好不好 那什么是声东击西突破你的心 就是大家都会讲这个CP值 那CP值就是呢 当有两个产品的时候 A产品的优点比B产品的优点还要多 也就是说 它的性能在同样的价格上面比较好 那我们当然理所当然的选择 这个CP值比较高的A 那事实上有可能B商品就是商人故意做出来 跟A商品比较的产品 那其实我一开始进去卖的时候就被教导说 你要拿自家的产品打自家的产品 就是拿两个 可能他有这个价位的需求 就跟他说 这个可能比较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优点比较多 他就会选择这个 但事实上呢 是什么 可能A商品是所有商品中利润最高的商品 所以这是一个商人的话术 那他其实还有CDE商品 他的CP值更高 只是老板没有拿出来而已 这就是一个深冬集齐的比较概念 好 大家有学一下吗 第二招 物以稀为贵 越快越学会 好不好 嘿 好 当商人的架上摆着这些商品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中间那件白色的T-shirt 好像特别的亮眼 那其实不一定是他做的特别好 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数量少 所以我们就吸睛 那我们看到中间这件白色的T-shirt 那我们就会某种心理层面觉得他好像 是不是卖的比较好 所以剩下一件 这的确是屡市不爽 就是消费者会这样以为 那就像什么 就像你的身边 如果有这么多毕竟尼辣妹的时候 那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可爱的梅仔跑出来 你觉得哎哟 这个可爱的梅仔也不错 老板帮我包起来 你就带你这个了 这是一个物以稀为贵的概念 最后一招 半买半相送 什么是半买半相送 嘿 好 这些对话 你们可能常在买卖的时候 我常听到 老板老板 可不可以再便宜200 不行啦 我这个已经特价了呢 哎哟老板 我之后还会再带朋友来啊 不然这样子啦 我再送你这个 我这个外面一个要卖250 好啦好啦 不然就这个价钱 你送我正品 好 这样就成交了 通常我们就会让老板 就是送你一个什么 那你就不会再砍他的价钱 那事实上这个 这个话数啊 我们要想一下就是 这个赠品 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 还有最后成交的这个价钱 是不是在你原本的预算当中 那有时候你会 因为他多送你这个东西 你就会让你的预算超出原本的 对那你就多付了一些钱 但事实上那些赠品 对老板来说 他多拿一大堆货的时候 就是对他来讲 那个成本非常非常的低 那他会希望你不要砍他的价 那他送你赠品 这就是半买半箱送 就是他送你也送的概念 好 最后 如果你想要战胜销售员的话数 就是不要忘记 你声东击西突破你的心 还有 时时刻刻保持着 沉着冷静 最后 跳出 话数的框框 好 谢谢大家 再给我10秒 这个为了呼应 就是那个 昨天那个欧巴马的 HOPE的竞选海报 好 死后 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未来 谢谢大家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地球树虹 其实看简报上面 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做的 不是我 是我的老婆 对不起我开挂的挂 好不好 我请我老婆做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是 我觉得他做的比较好 所以我就让他做的 对 好 你看这个 这个 我布布尿布的主题不一样 其实这个 这个发音是 布布 有人知道 布布什么意思吗 大 对 大便的意思 我们来调查一下 那场 有人使用过 布尿布什么 有 举手一下 不管是 小朋友在用的 或是自己在用的 也可以 自己在用也可以 布尿布 没有 好 那就是我唯一一个 好 介绍一下布尿布的东西 我们 布尿布这东西 我们介绍一下 分析一下 之前的数据 我们之前在看过 一个小朋友啊 如果我们一天 用七片尿布来说的话 而我们台湾 呃 呃 台湾有一年有二十万的新生额 然后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小朋友包尿布 会包到三岁左右 然后 乘以三岁 乘以一年的这个用量 我们累积下来 我们要 包尿四百二十万 诶 四百二十万的尿布是多少 那个大概 堆完整个会场 大概堆不下 对啊 然后 我们再看一个 如果我们一片尿布是八块 其实让我们都知道 一片尿布 用好一点的话 已经不止八块 有些 尿布 我记得还要用到 十几二十块嘛 对不对 而且我还听过我们老婆说 她是用 有个妈妈群组 她小朋友超誇张的 她是 看到只有一小块她会变 她会把脖下来 抱回去继续穿 超恶心的 我们就看这样子 一片八块 然后 一天就要七片 七片算少的 而且八块也算少的 然后吃一年 然后存三年 三年省下六万块 诶 熟我的人都知道 我老婆是急受的 她看到这六万块 眼睛都亮起来 怎么可以让我花这六万块 她出来诱拐 我说 我们来省这六万块 看六万块 你可以吃多少包 然后科学的点心面 她知道我一个人吃点心面 又拐我说 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说 诶 听起来不错 每天都可以吃一包点心面 事实呢 我用了四个月的姑娘 我就吃到一些点心面 我一包都还没吃到 然后我们也知道 小朋友肌肤 是我们肌肤的大概十分之一的后保 我们在场很多女性痛的 我们都知道 用卫生棉超不舒服的 那我们把这东西 拿去给小朋友 别不用 我们都知道 这东西 我们用在详素 一定很痛苦嘛 对不对 因为很闷闷热 对啊 然后 你知道指尿布 如果 每一片指尿布的话 如果我们用掩埋的方式的话 我们需要500年的时间 才能分解掉 因为它有一些 比较不能 不好分解的东西 然后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只要不 因为它 为什么能够那么吸水 因为它里面 含有一些代耀性的成分 就是 它其实是有些化学物质 所以才能那么吸水 所以这东西如果燃烧的话 代耀性釋放出来的话 会对环境造成多大的危害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不管是用掩埋的 或是粉烧的 对我们的环境来说 都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事情 而且 用布尿布有一个好处 就是 永续传承 我第一个小朋友要用布尿布 那我代表什么 我第二个小朋友也可以用 那我第二个小朋友 第三个小朋友 好 如果不信的话 再有第三个小朋友 第三个小朋友 第三个小朋友就是要 那 接下来如果周边的朋友 有这个兴趣的话 我可以送给他用 他就一个一个一个 但如果用到第四个 我才可以乱掉 这后面是有点夸张的 对啊 然后 因为我老婆基督徒 他说 儿女是耶和阿所赐的 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赐 那 我们的小朋友 是我们 上帝给我们赏赐 那我们给他是什么 我们给他是一堆 垃圾吗 是这堆垃圾吗 不是啦 所以 而且尿布啊 他在 6到12个月的时候 没有 我们可以把他当外库 然后到 超过12个以上 我们可以来当学习库 诶 有研究指出啊 其实 你用布尿布的话 你的小朋友 因为一般小朋友 有可能会包到 两岁或三岁 对啊 然后 如果你用布尿布的话 因为 布尿布他没有 只要这么吸水 所以他 必须 平凡平凡更换 你就会一直去促进 你跟小朋友亲自互动 对 你要 一直去换看尿布 然后他就会 有可能 让你这个 就是 借尿布的时期 就提早 为什么 因为 我们也知道 我们不宣言到 有人脱我裤子啊 对吧 所以 好 最后 那就是 其实 我们那个 布尿布啊 从外腹来使用 其实这是很可能 你看每一件每一件 这其实都是 他不是他裤子哦 这一件都是 每一件每一件都是他布尿布 很可能 而且 到目前为止 我小朋友 屁股上面 没有任何一个尿布整 他都是很漂亮的屁股 没事 我看到他屁股 都很不想 清淡一下 好 我的简报这样子 好鼓励大家 积极使用布尿布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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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介绍的是 GMI的预想世界 首先就是 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 不是大家所认识的GMI 所以说今天要认识的是 绘本 GMI的部分 那首先就是在GMI的部分的话 今天简报总共有四个阶段 就是可能大家认识一下 GMI的一个简介 还有他的作品的历程 还有生活中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GMI的哪些作品 还有就是跟大家介绍 就是我最喜欢他的一个作品 那首先在GMI简介的部分的话 GMI这个名字常被大家以为 他是个外国人 但是其实不是 然后他也 他也不信机 所以说 他之所以会 取GMI这个名字 是因为 他那时候想要 取一个笔名 然后可是他又很喜欢 G这个字 所以他就 就是衍生出 他有一个 叫做GMI的笔名 这样子 然后GMI他 创作会本十多年来 他已经 就是出版了四十多本的 就是各式各样的书 不管是文字类的 还是图文类的 然后他的文字 跟他的画面 会做一些巧妙的结合 然后说出了很多动物人的故事 这样子 然后GMI认为 如果每天能够画图 不是他觉得最快乐的事情 那他的作品的部分的话 他的森林里的秘密 及他 《微笑的鱼》 是他最先创作的两本作品 而且《微笑的鱼》 在2005年 他改变成动画 所以说他各个动画 就是有描写出 就是一个人 他跟他的鱼的一个故事 然后其中他有 跟这是鱼分鱼 然后他改变成动画之后 获得了56届柏林展的儿童单元特别奖 然后他最出名的就是他的 向左走向右走这个作品 然后他 这个作品他被 被获选为1999年 1999年他 金石塘使道最具想力的一本书 然后他也被翻拍为 就是很多的电视剧 以及电影还有电视剧 然后《月亮旺季》的 他是在1999年 他921震的前夕的时候创作的 然后这段时间就是他抚慰了 就是921代名的一些 就是很多人不是因为地震的关系 所以说他无家可归之内 然后会抚慰了很多人 那时候很孤寂的心 然后《地下铁》他也被转拍为很多的 音乐剧电视剧动画 还有电影的部分 然后在《布瓜世界》的话 他主要是因为《布瓜》这个名字是 法文的为什么的意思 所以说这本书里面就是充满了很多 就是有关于为什么的一个提问 然后就是也显现出 居民以一个小朋友心态 去对这个世界就是 产生了一些就是法文 然后《躲进世界》的角落 这主要是就是 居民要让大家 从他的绘本中去找到说就是 他认为说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所以藉由他的绘本 你可以在不同的场景里面 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共鸣 星空以及总向春天的下午 都候选为2011年金顶奖儿童类的少年图书奖 然后星空的话就是前几年都 他被翻拍成电影 然后所以说大家应该对这个动画 会比较熟悉一点 然后《我是不完美小孩》这部绘本 主要是跟大家讲说 人没有办法是完美的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从不完美中 找到自己的特点 这也是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拥抱》的话 其实这本书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 也是他近年来就是比较新的创作 然后他里面提到说就是他认为 没有一个拥抱是会被遗忘的 那《忘记记》一下是他今年度 最新出版的一个作品 然后他是以JR放山县的故事为场景 然后他加入了月后期有这个地区 他特有的生活及风貌 然后这本《绘本》是跟日本 就是《现代企划》是两地合作出版的 那在生活中我们看到的 君米的作品的话 他主要就是像是 宜蘭的君米公园 他的场景 他里面公共艺术的场景 主要有星空以及向左走向右走的场景 那大家如果有去宜蘭玩的话 应该这个景点应该都可以纳入做考量 这样子 那像王转金米儿童会本馆的话 里面存放了很多金米他的定年的作品 然后也有很多互动式的一些活动 可以让大家去跟他的作品做一个互动 那在台北的信医区里面有个信医房屋旁边有个就是月亮的公车 他是主要以月亮旺季的为主题 然后做一个废弃公车的装置艺术 然后大家如果去台北玩可以去参观一下 那南科的台积电他也为了让科 因为以往科学园区都是一些就是比较值班范的建筑 然后他也融入了一些艺术的气息 所以他请金米去做了一些就是创作 所以那边有一个金米的公园的一个展点 那在台东的城沟的比西里岸部落 他主要就是他以原住民的部落去融入金米他绘本的一些角色 所以你在一些像是那个街道的那个墙上啊 或是一些就是部落的一些就是建物里面 他可以看到一些金米的建筑物 金米他绘本里面的一些角色的一些公共艺术 那他在台南的后壁土沟村 他这是跟农村一起结合 他利用三合院的一个废弃的空间 去做一个就是有关于金米的一些作品的展示 然后大家如果有去就是台南后壁馆的话 也可以去参观一下 然后再来是介绍我最爱的 金米的绘本里面的《勇抱》这本书 他里面提到就是很多 他跟很多的动物做进行的一个勇抱的画面 他金米的书通常会把悲伤的成分转为最低 然后画面通常是喜悦且祥和的 那就是他们称的就是金米定律 但《勇抱》这本书他除了单纯的《勇抱》之外 他就是加入了一个红狮子的故事 然后他以红狮子的故事与《勇抱》的散文 并进行一些就是渗透 然后让悲伤与甜美的一些成分相互的交止射 然后将失去还有珍惜这个就是 这两个就是值得反思的问题相互的去对照 那我觉得《勇抱》这本书 他在这次《勇抱》的末世氛围里面 是金米送给大家的就是很棒的一个小小礼物 然后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由我来分享照片之大事 这是我的休闲娱乐 摄影的部分我有亲眼的经历 所以我今天会以摄影的角度来看照片之大事 那什么是照片 简单的说呢 就是让自己看得很爽 然后别人看得就是片很大的那种照片 那不是每个人 照片的人都会拍 但是当人家看得很开心的照片 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拍出来 那照片其实有是 就是制作的部分有四大步骤 第一个是前置 大部分是属于摄影器材的准备 或者是人物的化妆彩妆跟服装 那之后第二步骤是拍摄 第三个是套用 那套用的话也可以在拍摄之前 就可以先做好风格檔或是滤镜 那最后才是后置 后置的话就是对照片里面的内容做价钱准处 像这张照片就是将背景的杂物跟手背做异画 那摄影的范围很广泛 那我这边只有针对人像摄影的部分 来分享一些技巧 我不讲光圈快门 我也不讲怎么样熟悉你们的数位相机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数位相机是什么种 然后另外呢我会以构图跟利用一些拍摄时候的小技巧 先介绍一种构图法叫做九光格构图法 这个构图法的话其实只要把主体摆在直线上 然后主体涵盖两个点甚至到三个点 就可以做一个基本的构图 我们直接看照片 像这个照片的话其实都是属于正确的九光格构图法 然后这支直式的照片一样也是摆在直线上 然后涵盖两个点到三个点 第二种是十字基本构图法 主要的构图方式是将人物本身主体成为一个十字 或者是说主体跟背景成为一个十字的形状 像这三章也都是属于十字构图法 比较特别的是右上角的两个人 他是用两个人的肢体去做成了十字的形状 另外构图方式有很多种 那歪斜的构图也是其中一种 曾经有一个很专业的摄影老师 他跟学生告诫说 用这种构图方式是属于心数不正 可是呢 可是管他什么构图方式 没勾针就好了 那没有经验的model 其实看到镜头的时候 大概就会实话了 所以摄影师要帮忙做一下引导 第一个技巧是动作 不要让模特的手不知道要放哪里 那我这边会介绍几种方式 第一招痛阿摩拿 这个应该蛮多人看过了 第二招就是玩头发 如果头发太短了 或是没有头发的 那就只好玩玩项链 或是手上的围巾手饰之类的 第三招是笔数字 这跟笔叶一样简单 第四招 猜拳 其实就是剪刀、石头部的变化而已 再来的话是姿势的部分 姿势的话有九种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这是站姿 站姿的部分 只要让model的双腿 一前一后站立 然后搭配一双高跟鞋 就会让他的身体 让他的身材感觉更修缠 然后有东西可以靠 就不一定要站 那这种的感觉 就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慵懒的美 蹲姿的部分呢 如果是穿裙装的话 可以侧蹲 那如果穿短裤 就建议不要 也会挤压到大腿 大腿会看起来粗 坐姿的部分 也是尽量两脚合并 然后一前一后 跪姿比较不常用 因为他比较适合在草皮 或者是沙滩那种 比较软质的地板 臥膛 臥膛其实利用的范围很广 那重点就是 妈头要不怕脏 趴爬跟上一次 跟臥膛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通常是 会运用在拍摄 比较性感的风格 再来的话 让照片更加分的话 就可以利用小道具 来加 来增加一些氛围 像这个 花束啊 包包啊 草帽 眼镜 球类啊 那树叶也可以 花圈啊 雨伞啊 相机啊 酒杯 乐器等等 然后其实啊 要派出一张好的人像的话 有三个秘诀 长 要长处缺陷 秀要秀出优点 肉要肉的唯美 那我因为时间关系啊 今天讲的比较快 那长的话 其实 我可以讲解一个长的技巧 像 这张照片呢 是属于正面的 比较正常的照片 我们看起来 他的 他都很整理 其实model应该都很 比较害怕 就是说 手臂被拍得很粗 那我们看他侧面的部分 其实他的手臂是有点粗壮的 粗壮并不是代表说 没有办法解 我要看一下 其实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手臂的姿势 只要我们把手臂松开 然后跟角度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你的手臂 马上变成Skid 所以呢 如果要拍摄侧面的时候 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招式 那其实他正面看起来 他是这个样子 就不是很正常的 像第一张照片这个 刚刚讲到那个长 其实我还可以再教大家一早 女生有时候会穿那个 超短的短裤 那短裤的部分呢 就是很容易会 側拍的时候会发现 那个大腿的肉会很多 会挤在那个外面 那其实呢 要长大腿肉很简单 在坐下来的时候呢 你要先把你的肉塞进去 我这个是讲真的 你要先塞进去 然后再坐下来 马上瘦掉一圈中 大家可以试试看看 然后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我们要去哪里找拍摄的地点 其实台湾的四季花会很多 然后柳金链也是蛮多 如果你家后院啊 很特别的话 它也是一个秘境 像我们台湾呢 在秋天的时候 都会举办很多那个 花海活动 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啊 像洛宇松跟那个 枫叶都可以让树林变得很红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在春节之前 会有一波的那个 散眉的季节 那春节的时候 能够拍摄的花会更多 像樱花 泡山花 还有这个 九重格和油桶花 那夏天的时候的话 会就像是 阿伯乐 金森花 然后金森花 跟那个 荷花 那夏天最好 就是还有 溪水可以玩 海滨可以玩 所以还有 比基尼可以看 好 这就是福利 所以总结呢 就是其实 水处都是可以拍摄影 不是摄影 重点就是 美药症 QA QA 我 有没有要问我问题 真正早一点 你看 肚子在上也是可以长 一般是利用 拍她背 那可能也会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都只有拍妹 没有拍男色 我这边有两点可以告诉大家 第一点 我就是想拍妹 第二点 我如果拍男的话 男的会不会拍得很娘 就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出的怡君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轮胎 我会做这个分享的用意是 因为在每天的行车路上 他们看到的交通遗瓦 然后近日来 新闻一直在播放的那些 巨大恐怖巨大的遗瓦 深深的感受到有震撼 如果在我们行车之前 甚至在搭车之前 我们多一些流星 在车框的上面的注意跟流星 是否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些意外的产生 那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去达成我们GIS中心的一种精神 就是力气跟力的 好的 那接下来我会利用一个影片 去让大家感受一下轮胎 在车子的行停跟停滞的时候 他到底去做了什么事情 那轮胎场产生的一些交通意外有哪些 这些交通意外中 又有哪些原因 我们甚至可以透过原因 要如何去预防它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段影片 好 聊吧 好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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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